歡迎收看股期晚點名 那昨天大盤它只有小漲24點 跌24點 我的股票呢 都往上走對不對 今天大盤早盤的時候 昨天跌24對不對 今天如果最後這5分鐘不算 它是漲24 等於漲跌幾乎在原點 但是該漲的股票它一路走 重點在選股嘛 那你有沒有看到尾盤這一拉 拉了24點 讓它變成漲了47點 這代表什麼 櫃盤晚上拉呢 代表明天還會漲 大家記不記得明天星期三 周選擇權結算 法人呢 偏多 法人偏多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有佈局了台子兜單 我們獲利續報不賣 那我們沒有時間講台子期 我們講個股 那個股的部分呢 昨天我講過旺宏呢 昨天已經賺三成了 他今天繼續漲 我要跟大家談 這個地方最好賺的就是 你在這低檔區去做一個卡位對不對 在低檔區去做一個卡位 布局以後 法人抬轎 那法人一抬轎 這樣子就是三成 這是昨天 今天旺宏又漲了 我要跟大家談這個地方呢 重點在高平 我們再回到大盤 大盤今天他要往上走 那我希望大家看一下 我們把這裡拉近 他是要往上創新高還是要拉回 你自己去回想 他會往上走還是要拉回 月線跟季線都在這裡 月線明天扣底這個地方 季線兩個都是低檔 所以明確兜頭 不要再懷疑明確兜頭 那重點呢 就在個股嘛 那美國股市也是兜頭對不對 這就回到我之前跟大家談了嘛 這是八月底講的 你早早八月底八月中八月初跟我做 你都是大賺嘛 明確兜頭 那你不要去管七月盤頭的股票 你要買八月足底的股票 這樣就OK了嘛 那整個大盤會不會往上走 它的重點第一個 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今天休市 但是昨天以來都是兜頭 不要懷疑 那第二個就是外資對不對 我們簡單看一下美國股市 像NASDAQ昨天休市 那前天在這裡 這樣是不是兜頭 不管它漲或跌都是兜頭嘛 那第二個外資 那外資會不會撤資 我說美元指數呢 弱勢嘛 那弱勢台幣就會往上升值對不對 我昨天跟大家談 韓國社會彈中挫 但是台幣升值 我有一點理由去懷疑 外資是不是從韓國撤資 進來台灣 進來台灣 不然它怎麼會升值 那今天它要繼續升喔 今天韓國股市繼續跌 台幣又繼續升 那我慢慢來做印證嘛 我說很多魔鬼都在細節裡面 你要去想 你不要看到韓國這樣跌射飛彈 那台股就要跌往下破底了 重點在籌碼 重點在個股 那我們再看一下 台幣 台幣這一張在這裡 它是今天又持續又升值 那台幣升值 台幣不是往上貶值 所以外資有沒有撤資的餘力 沒有嘛 那美國股市又是多頭 那你在擔心什麼 你到底有沒有賺到錢 我說我都在賺錢 大家都在賺錢 你賺了沒 你賺了沒 萬宏漲了三成了 還在漲 將心斷了4528 今天又漲7% 我的風景又漲7% 我的風景又漲到沒有 那昨天大漲了華欣 他今天小漲OK啊 那這種大牛股呢 兩天能漲個8%就相當漂亮了嘛 將心斷今天有7% 昨天4% 昨天4% 那兩天加起來 是不是11% 冷缸 冷缸探11% 不好賺嗎 萬宏也是啊 那我們再看一下之前 我們談到呢 有兩檔股票對不對 這些都是上禮拜的 上禮拜跟大家談 這一檔小型股量縮掉了 成長 今年大幅成長 量縮掉了 這裡你要卡位 這上禮拜 4528 將心斷 昨天去4% 今天去7% 兩天是11% 這上禮拜的事情嘛 我又不會變魔術 我只能說我會員 我沒有帶他在這裡買 我負責任嘛 我們再看一下華星 這也是上禮拜的事嘛 我說他的型態 大型股 有點類似之前 彩晶這個位置的型態 對不對 然後彩晶從這裡 往上衝上去 他有沒有衝上去 他衝上去了嘛 你再對照一下 每一檔我都事先講 然後事後來印證 或許你會說 那還有沒有 這種可以大波段操作的股票 我說當然有 一檔一檔做 但是你要跟我們聯絡 把握機會 我常常講慢一天 你少賺一天 而且可能少賺一整個波段 我們看一下華星 這也是很明顯的一個底部區 你不要看他大牛股 你上禮拜卡位能不能賺到 如果你提前知道 如果你提前知道 這個警線區 然後在這裡做整理 你會不會想買 這是把它拉長的 這裡一個WD對不對 收短的話 就在這個地方 能不能賺到錢 還是你一直在關心 在換空台子旗 我們今天做多 我賺了 而且我還留倉 我們來看一下 江星段 4528 今天漲去4% 今天又7% 還有11% 你看他開盤 開盤跟收盤最重要 因為這不是賞戶 開盤誰開高的 盤中拉抬尾盤 又是大量往上走對不對 兩天是不是11% 今天华欣小漲 但是旺宏呢 他又7% 我要跟大家談 很重要的一個操作觀念 你這裡沒有卡位 你這裡沒有卡位 你兩天11% 你損失掉了對不對 那很多股票你去放空 你不只沒有賺到 你還賠到 我不會變魔術啦 這最近的事情嘛 我們不要講上個月 亞光54塊買進了成本 到現在130了 幾倍 你自己去算 我們不要講上個月太遠的事情 我們就講最近 講上個禮拜 我說慢一天呢 你會少賺一整個波段 至少這兩天 你就11%了嘛 那華欣昨天 大漲 那今天小漲也是一樣嘛 我們看望紅 這裡兩根漲停 漲上去壓回 我在電視上也提醒你 他昨天漲今天又漲 這樣有四成嗎 這幾漲停就一成嘛 兩成對不對 這樣有四成嗎 你自己算嘛 其實我也沒認真算啦 大概就是四成嘛 那我們再看一下華邦店 從這個地方 我在電視上公開的講 公開的講 大家可以去掉袋子 你就算電視看到你也不敢買 因為那時候8月8號 那時候大盤呢 剛好在這裡往下跌 我說個股表現 大家記不記得 我說你要買8月足底的股票 你不要去管7月盤頭的股票 這個叫做8月足底的股票 那你在這裡買 你看他一路漲一路漲對不對 這一段大盤都在跌啊 跌50點跌100點一路跌 他一路漲到這裡 那你說誰敢在這裡買 那他只會做到這個地方嗎 我說我還要賺 我說我還要賺 我不只要賺4成 萬宏我也4成啊 滑星也上去了 江星段也上去了 我哪一段 股票沒有四星獎 沒有拿出證據 滑星現在在這裡了 之前財經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啊 財經今天還漲停板 你認為他漲很多 他一直漲給你看 但是他今天漲停板才多少 才13塊多 他上半年賺0.89元 那你會覺得他今天漲停板很貴嗎 其實本益比相當低 問題是你不懂得去卡位 那法人為什麼一路買 大家都是笨蛋你最聰明 還是你根本搞不懂籌碼 或者你沒有時間 或者你不夠專業 我們一檔一檔的去證明對不對 像滑星 像江星段對不對 我們滑榜店 我們一檔一檔的證明 我帶你賺到波段利潤 我希望你把握機會 跟著我做 慢一天你會少賺一天 甚至於少賺一整個波段 因為目前來講 法人資金太多 法人積極的在做布局卡位 這裡是明確的兜頭市場 不要去懷疑 我們休息一下 運達頭顧好看 都在這裡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名師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貨店02-2781-0909 2781-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們花一點點時間 講一下期貨 不然大家可能會忘記 我有操作期貨 而且我們期貨從低檔抓到 在這個月一路偏多操作 我還是期貨婚姻師 不要忘記了 我今天在11點05分這個地方 買進多單 照道理大賺對不對 但是我留倉 因為我覺得明天還有高點 就如同之前 這一段往上漲的過程當中 我記得在8月22號這裡 這是大盤60分鐘K線 我說他是足底 底部形成往上要走了 你知道現在漲到哪裡 現在漲到這裡都看不到了 那時候在這裡 我說你要了解籌碼 那外資在9月台紙內一開倉 他就是偏多 所以中錯以後他就足底了 那足底往上走 那往上大漲的過程當中 我們再做一個出清了 波段出清股以後 在今天我們又進場了 我們今天留倉 因為我覺得明天還有高點 這台紙 那我們把整個重心拉回來 因為還有其他要講 我跟大家提醒比較重要的是華興科 那華興科在9月6號 我們看華興科 要先看華興科之前 要先看國具 因為這是聯體英 國具減資以後 倒在190幾 對不對 我認為他會超過200以上 那因為減資 所以籌碼更穩定了 那也因為業績成長 那我們再看一下華興科 他也是一個兜頭架構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講 因為今天9月5號 9月6號停止掛牌 因為他也要減資 他減資不多 1000股變成937股 減資不多 但是籌碼會變得比較穩定 9月19號重新掛牌 也就是說你如果不想去參加的話 你就不要買 因為9月6號舊股就停止了 9月19號掛牌 但是我建議會員去參加 縱然我已經賺了 因為減資以後 他籌碼會更穩定 跟旺宏一樣 旺宏減資以後漲了4成 那你靠華興科 我有提醒你 明天停止9月19號掛牌 另外我們看一下彩晶 彩晶真的非常精彩 也吸引很多投資人去換空 結果今天被嘎了 應該算是漲停了 差一點點 我用彩晶這個例子跟大家談 他今天漲停是13.45對不對 你認為他很貴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第二季 第一季賺0.57 上半年賺0.89 以這樣推 他也是景趣循環股 以這樣推 他今年有可能賺到2塊錢 因為下半年是成長的 那這樣來推 那現在13.4 算貴還是便宜 你不能只看到這樣一路漲 然後你就去放空 那這些法人買這麼多 你當他是傻瓜 他這邊也買這邊也買 他淨值也有11.85 今天13塊多 今天漲停 昨天的地方跟淨值差不多 外資在買什麼 他在想什麼 他買這些股票幹什麼 你一直擔心這裡是頭部 我說有些人 他自己心裡有一個空頭情節 那我不是說大盤 他會一路馬上走 我說他會震盪往上走 但是目前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種 你要形成頭部 至少他買這麼多 他至少要盤個一個月的頭 你都來得及賣 你幾張他幾張 那你擔心那個幹什麼 頭型出現以後你再來賣 這裡都不是頭部的型態 你聽懂我意思嗎 像彩晶像旺宏像華邦店 你擔心什麼 我算了四成我還不賣 你還擔心這裡是頭部 我台值還買進 因為你完全不了解景氣循環股 還有你完全不了解籌碼 你完全不了解目前的資金氾濫 資金行情的時候 大家要比搶錢的速度 你有沒有賺 我昨天賺今天又賺了 我說慢一天 你可能會少賺一天 甚至少賺一整個波段 把握機會 跟我布局下一檔的大波段股票 我帶你低檔卡位休息一下 運搭頭部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裝運搭頭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搭頭部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福 所以全力以赴 運搭頭部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搭頭部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我還是要重複跟大家談 現在是資金行情 很多好的股票 一檔一檔往上走 你看它漲很多 其實它本益比並不高 但問題是籌碼在法人身上 它一路漲 你千萬不要亂去換空 每一天 昨天 華新 江新段漲了 今天這兩檔還是繼續漲 萬宏又漲了 你到底有沒有賺錢 還是你放空再賠錢 還是你放空台紙再賠錢 我說你完全看不懂籌碼 這樣操作非常危險 我們看一下 像江新段4528 我們在這裡佈局 事實上在這裡買進 平盤價全部都能成交 這兩天是做教 它往上走了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萬宏 萬宏賺了4成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籌碼 他買這麼多 我請問你 他怎麼賣 他要賣至少要盤一個頭 至少要一個月 那目前一個頭的樣子都沒出現 他還在買 那你認為這個盤是空投市場 你看一下他的整個籌碼 那至少高檔頭部要出現大量 至少像這種量對不對 都沒看到 那至少你要看到他大幅賣超 也沒有 我只是舉像彩晶像萬宏這種例子 那這種大型股你不喜歡沒有關係 中小型股它也是會漲對不對 兩天11% 萬宏他今天又7% 大型股 滑心 足底對不對 往上走 這裡多少我沒有算 自己算 一檔一檔操作 每一檔我都在低檔卡位 我不會帶你追價 低檔卡位 你馬上賺11%對不對 大家記得這一天黑K線 這一天我有提醒你 這天8月31日 他拉回 8月31日 我說我的股票拉回 沒有人叫你追 但是拉回你要去買 他的支撐在哪裡 在第二個漲停板這一天 因為這一天現股換融資 一張變兩張 然後這一天就變成他的支撐價 都沒有破 這拉回這裡 你又錯失一個機會 之前減之前 這裡然後他往上走了 其實應該不止4成了 我只是取個整數 超過4成了 你在擔心什麼 還是你在這裡去放空 然後他就一路漲 之前漲了3成 那再往上走就4成嘛 那你要不要看一看 當初在這裡 很可惜喔 4成 這一天收黑 很可惜沒有進場 你每一天都在可惜 每一天都沒賺到 或是要你把握 或是要你把握 法人在想什麼 你懂不懂籌碼 先不談你有沒有消息 這個不管 你技術面低檔 你能不能抓到 基本面選股 4成 4成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最近這兩天的11% 華興也往上走了 貫紅對不對 超值體驗 你要問你還有沒有大波段的股票 我說有 但是你要把握機會 跟我們聯絡慢一天 你會少賺一天 少賺一整個波段 晚安 然後再次見到 還有